腐皮包黄鱼 腐皮包黄鱼是一道已有百年历史的宁波名菜 是用豆腐皮包上大黄鱼肉炸制而成的 制作这道菜所用的主料是净黄鱼肉400克 配料有香菜25克 豆腐皮 鸡蛋 调料有味精1克 葱末15克 花椒盐15克 精盐 干淀粉 番茄沙子 鲜味酱 绍酒 需要的调料还有醋 色拉油 现在我们开始做这道菜 先将黄花鱼肉去皮 用斜刀劈切成长条片放入碗中 小玉花鱼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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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逐一做好摆放整齐 把豆腐卷切成棱角块放入盘中 锅中上火放入油 然后倒入制好的豆腐鱼卷 炸的时候要不断地翻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把鱼卷捞出 等到油温升高的时候再炸一次 最后炸至金黄色捞出 装入盘中 撒上葱姜末 随番茄沙丝 鲜味酱 米醋 一同上桌蘸食即可 做这道菜的时候要注意 包卷的时候排料要均匀 才能使卷成的卷大小相似 成熟也才能一致 腐皮包黄鱼这道菜的特点是 色泽金黄 腐皮松脆 肉馅鲜嫩 香气扑鼻